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家好 我是岩浦江 欢迎收听 收听 财经策局 今天题目是 片区开发碎片化的阴影 北部都汇区的有因缺口 香港特区政府大力推动北部都汇区计划 标榜为未来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 和港芯融合的重要步骤 不过在这个宏伟的愿景背后 存在不少隐忧 包括本地财团的投资意欲 政府的财政压力 以及中资国企垄断的可能性 而最关键的片区开发模式 规划献缺理想 令到发展成本高昂却献缺回报 需要动员北京的官员向发展商打心口 但恐怕要靠北部都汇区 撑起香港未来的半边天 只是官员一厢情愿的想法 最终甚至沦为纳税人沉重的负担 所谓的片区开发 简单理解就是政府打包卖地 根据政府公布 三个试点片区的工程成本 预计在100亿至200亿之间 目标是可以减低政府库房的公帑投入 但资金成本压力却转价给发展商 需要负担高昂的土地平整 和公共设施建设的开支 并且根据加高者得的原则径头 这意味着发展商不单只要支付高昂的地价 还需要自行承担基建和设施成本 最一步增加财务负担 在香港目前高利率环境和经济疲弱的情况下 发展商的融资成本显著上升 普遍大发展商已经达到5至6厘 负债高的小型发展商更高达8至10厘或以上 加上过去半年大部分负债比率都不跌反升 令到发展商投地保守 去年以来已经有8幅的政府地皮楼标 市场对未来楼市的预期也趋于保守 地产商入标前 势必严格评估项目的利润空间和风险 而非单纯考虑片区的发展潜力 如果典期内楼市未能稳定回暖 发展商将会更吹审慎 甚至可能选择不参与镜头 发展局强调会务实设定地价 不会占卖土地 但现实中地价定价过高 或者和市场脱节 都可能削弱片区的吸引力 同时发展商希望地价更灵活 尤其是在创科地段 或者是产业地块方面 这些地段短期内的盈利能力较低 如果地价无法适当调整 将进一步增加发展商的成本附低 根据发展局已经公布的规划资料 和内地片区开发的大面积土地模式不同 政府将片区内的土地用途碎片化 并且将用途和规划参数框死 例如 居住宅地段的地绩比 创科地段的开发要求 当中由以粉领北的新发展区问题最为严重 这种僵化的规划模式 限制了发展商的灵活性 令到它难以根据市场需求 调整开发策略 好像是低地价比、限制、盈利能力 洪水桥、夏村和粉领北部分的地皮地绩比率 低至2.4倍至4.2倍 远低于过去 新发展区最高的6.8倍水平 低地绩比 意味着发展商无法有效地利用土地价值 回本难度更大 第二是用途单一降低吸引力 好像是粉领北的新发展区主要用于物流业 但物流行业对土地需求有限 而且人手需求低、经济动力不足 当中区内更加有3.2公斤的巴士厂用地 占比高达2成 但缺乏上概发展的设想 难以充分发挥土地的经济效益 相比之下 新田科技城的创科定位虽然有潜力 但需要长时间的培育 短期内对发展商的吸引力有限 在如此僵化的规模模式 有违片区开发的弹性发展 不单削弱了发展商的盈利能力 亦增加了投资的匹确定性 政府寄望新田科技城等片区开发 可以吸引高端的创科企业落户 以实现南金融北创科的长远布局 而以香港的创科基础薄弱 目前创科生态系统仍处于起步阶段 要吸引大规模的企业入住并非易事 而对于创科企业来说 片区内的配套设施和创新气氛 是考虑落户的关键 但目前相关的配套仍然不完善 片区的交通基建和连接大湾区 其他城市的便利性 亦会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吸引力 以洪水桥为例 虽然有潜力作为企业和科技圆区 但以他的铁路和其他交通设施 如果无法及时到位 将大大削弱吸引力 此外新田科技城 如果要吸引跨境创科人才 更加需要完善的跨境交通网络 但现在政府还未有明确的相关计划 发展商需要承担开荒牛的角色 包括前期的基础建设和公共设施 这和过去香港土地发展模式中 可以助享其成的习惯 大相径庭 如果片区未能迅速引入重要企业 或具规模的入住人群 可能会陷入人流不足、企业不利 最一步发展受阻的恶性循环 创科和其他产业的吸引力如果不够 住宅项目的欠缺潜在购买力支撑 开发商同样可能面对资本沉滅的风险 香港楼市在高息环境下需求疲弱 发展商仍然有大量未受出的一手楼盘库存 如果新增供应进一步加剧市场竞争 发展商将会更加担心楼市跌幅加深 对片区的住宅项目预期收益更加回打折扣 政府希望透过分歧缴户地价或未来分红的方式 吸引发展商参与 但想百亿的巨额投资 回报能否有效提升商界的参与意愿 仍然存疑 部分发展商或银行对长期项目的风险评估趋于保守 尤其是未来的利率走势不明朗的情况 面对本地财团对投入的犹疑不决 继早前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召见发展商 要求工商界以实际行动爱国爱港 中联办主任郑雁雄上星期更加直言 香港工商界应做好局中人 不做旁观者应该主动参与试点措施 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呼吁 而是由北京派官最高级别的官员 向财团直接扔心口 市民发展商岂敢不从 北部都汇区作为香港未来的重要经济计划 背负着过高的期望 然而从本地财团的犹豫态度 到中之国企的潜在垄断 再到政府财政压力的困境 这个计划面临诸多的挑战 如果无法妥善应对 北部都汇区 可能不单无法成为经济复苏的引擎 反而成为特区政府和纳税人 未来的沉重负担 甚至进一步削弱香港经济独立性 和市场的竞争力 今集说到这里 我们下星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